再过一会儿 沈州13号载人飞行任务 三名航天员将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并回答记者提问 我们也将直播见面会 沈州1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第六次飞行任务 也是该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主要目的 一是开展机械臂 辅助舱段转位 手控摇操作等空间站组装建造关键技术试验 二是进行两到三次出舱活动 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转接件及悬挂装置 为后续空间站建造任务做准备 三是进一步验证航天员载轨驻留六个月的健康 生活和工作保障技术 四是进行航天医学 微重力物理领域等 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 开展多样化科普教育活动 五是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统 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能 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 按计划 神舟13号飞船入轨后 将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 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向端口 与天河核心舱以及天舟2号 天舟3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 航天员进驻核心舱执行天地同步作息制度 进行工作生活 约六个月后 大乘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后 将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目前 天河核心舱与天舟2号 天舟3号组合体 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 具备交汇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 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 已经完成了测试和综合演练 航天员飞行员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感谢您的观看